在日本流傳了一個禁忌的都市傳說 膠島事件 每當有人想提起它 都會被其他人制止 到底這個都市傳說的真相是怎樣的呢?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Professor Papa 今集是講述膠島事件 都市傳說的第二集 如果沒看過上一集的觀眾 是可以在我的頻道裡面看的 雖然我們講過 膠島事件是有兩個極之恐怖的版本 但是根據我的調查 這個都市傳說 其實是來自日本討論區2Channel 我找回了最先討論膠島事件的帖 樓主寫道 這裡是要討論膠島的帖 一個可以稱為傳說的帖 雖然我想很多人都不清楚 但是上了2Channel一段時間的人 都應該知道發生過什麼事 當年我看這個帖的震撼 至今仍然清楚記得 不知道這裡有沒有人 backup了膠島的帖 大家在這裡要注意的是 樓主一開始用的詞語 並非膠島事件 而是膠島post 不過為了方便解釋 我之後都會用回大家用開的膠島事件 這個說法 如是者這個post很快就引起了網民的廣泛回應 有人立刻說到膠島事件是一個禁忌 其他的留言也都不斷附和 製造出膠島事件的內容 是不可以提及的氣氛 以至到其他真是新來的會員 好天真地追問膠島事件是什麼一回事 他們說到1001爆post 都沒有人可以指出膠島事件的細節 這是因為樓主提到的膠島事件完全是虛構的 在這裡討論的所有網民都不會知道 這個本來就不存在的膠島事件是在說什麼 部分自稱知道內情的網民 當然只是憑他們的想像 扮演膠島事件是真實存在 他們只會附和 但是就不會解釋事件的詳情 目的是要刻意誤導其他人 相信膠島事件曾經發生過 另外那群不斷追問膠島事件內容的網民 就是被他們誤導了的真心交 他們永遠都沒有辦法 由這場惡作劇中找出答案 而上一條影片說到的兩個版本的膠島事件 當然只是由2Channel的網民創作出來的故事 證據就是這張廣泛流傳的血脂十六畫像之一的相片 根本就只是一張改圖 它的原始版本是可以在一個介紹日本街道的網站上找到 至於我們仔細觀察就可以發現兩張相片 無論是角度、站牌上的污漬和反光位都完全一樣 而另一張血腥相片 就只是電影2Channel的詛咒裡面的場景 自從2001年膠島事件的post第一次出現在2Channel 網民是不斷重複開了過千個膠島事件的討論 所以類似的故事其實是多不勝數 其中有根據1968年日本記者 交道禁止被中國當局逮捕的新聞改編的故事 亦都有根據漫畫劇情中殺人事件改編的故事 而我們之前說到的兩個版本 只是因為劇情比較豐富 有很多人轉載才被當成交道事件真實的內容 接下來我會做更多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上Facebook給個like 謝謝大家